歡迎收看小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呢 就是來 帶大家看一下這個三角不等式 它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樣子 我們在上一集已經介紹過它是怎麼使用的 其實我覺得會用比較重要啦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它正式的格式是怎麼形成的 就是說你可以很容易理解到兩個數字 如果各自取絕對值 取完再相加 就是正的加正的 那就一定是很正很大對不對 那如果說這個我自己是先加完再取絕對值的話呢 那這樣子你一號的時候搞不好相加會抵消嘛 那如果你是相減在絕對值的話呢 同號的有可能會因為相減而抵消 都不會比這個分開絕對值完再加來的大 所以各自絕對值完加是最大的 反過來說各自絕對值完減 就一定會讓兩個數字對消 是最小的 那所以就有這樣子的式子出來 為什麼它要叫三角不等式呢 如果你有學到後面學到向量的話 你就會知道 就是我們國中也有學那個合力的概念 如果這是A向量 這是B向量 那它的合向量也就是合力 會在平行四邊形對角線上 這是A加B的向量 對不對 那這個是B這個因為平行四邊形嘛 所以這裡也是B向量 所以你就會得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會發現這裡圍成一個三角形 而這個三角形的兩邊合而大於第三邊 所以是不是A長加B長會大於等於A加B的長 也就是說我們把這個 上面全部加向量的話 我們還會在向量的那一張裡面 看過它 你就會看到這件事情 就是兩個向量 A長加B長會大於等於A加B的長 那它就會呈現在一個三角形裡面 兩邊合而大於第三邊 這就是為什麼它被稱為三角不等式 那我們現在雖然算的不是向量 所以兩個數字其實沒有辦法說 就是要圍成三角形這樣子 但是我們還是稱它為三角不等式啦 那A長兩邊合而大於第三邊 兩邊差小於等於第三邊嘛 如果是三角形的話沒有等於啦 兩邊差小於第三邊 向量就有等於 這個第三邊 兩邊差小於第三邊這樣 那你說A-B呢 如果我們以向量的角度來看的話 A-B會是這一條對角線 所以它依然會形成這個三角形 兩邊合而大於第三邊 兩邊差小於第三邊 這樣 好這個是三角不等式 為什麼叫三角不等式 兩個數字如果先絕對值完再加 一定會大過他們 先加或減再絕對值 好那先絕對值完再減一定會是最小的 這樣子 好 所以這就是不等式的不等本身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我們前面在介紹算解不等式有講過 我們學不等式除了要學這個不等式的 橫不等的本身 那我們還要學它等號成立的時候 所以等號在什麼時候成立呢 就是說如果兩個數字是同號的話 那其實他們先加在絕對值 還是他們先絕對值完再加是一樣的吧 因為就算你是負負 相加也會把那個數字變大 就是數字的純數字的部分 不含負號的部分會變大 對不對 那絕對值完你的那個值就會變大嘛 所以說如果同號的話會成立這個等號這個 以及相減的話就會是 兩個絕對值完再減 因為你相減數字會對消 所以如果你是同號的 會成立紅色的這兩個等號 那反過來說如果你是異號的 那你成立的是綠色的這兩個等號 其實這個很容易現場就想一下就知道了 也不用怎麼背啦也不用怎麼背 那我們來繼續看一下它是怎麼使用的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們上一集有說過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呢 其實是特別集中在這一件事情上面 就是我們其實是用code這個 因為你拿絕對值 比如說x加5 和絕對值x-2 那我們說節點這個是-5 這個是-2 所以這兩個如果相加的話 我們說這兩個如果相加的話 它有最小值是這一段的長是7 當你x在這一段範圍裡的時候 這兩個距離相加是7 超過這個範圍 都會使這兩個絕對值相加大過7 如果真的忘很徹底的就去看上一集 那你會仔細看就是說這個7怎麼來的 這個7其實是從這個 x加5 減掉x-2來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是使利用這裡喔 利用這裡 兩個數字對減 然後它一定會小於等於 兩個 像絕對值完再相加 這樣子 所以兩個絕對值完再相加有最小值 這個 最大於等於7 我們是利用這一點 那所形成的提醒呢 我們在上一堂課看過一題了 在這堂課再來看一題 我們這次有五個括號 這五個括號分別有這個 201-2-3 對不對 那我們一樣一條數線 因為它沒有按照順序排 我們要排一下 ok 然後從最外面抓到最裡面 所以先抓這兩個 你如果真的是填充題 你不用寫理由的話 答案很快啊 5加 5加3等於8 x等於0的時候 但是就是說如果你還不熟 然後 或是說這是計算題 那就像我這樣寫 當x在-3到2之間時 然後這個絕對值x加3 和絕對值x-2 恰為期 最小值等於5 又當-2x-1 10 絕對值x加2 絕對值x-1 恰為期 最小值是3 就這一段 這個是3 這個是5 對不對 那最後還有一點 當 那這個你說絕對 最後還剩這個絕對值 它的最小值是什麼 就是讓它0 因為它大於等於0 所以當x就等於010 絕對值x就是0 為期最小值 那一樣怎麼樣 此時 所求 為 最小值 5加3加0 對吧 可以嗎 如果像這樣子 絕對值 絕對值裡面有x系數 不是1的 那又怎麼辦呢 那前面有提過 你可以把它變成2倍的 所以它其實是2倍的這個 它是2倍的x加1的絕對值 然後加一個 x-1的絕對值 然後加3倍的 x-7的絕對值 對不對 那接下來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直接把這個當成2倍的這個 分拆成2個寫 這個分拆成3個絕對值寫 然後我們就在寫的時候 順便排一下它的順序 因為7分之7比較大 1其次 負2最小 所以我現在這個順序是剛好的 所以絕對值x加2分之1 加 絕對值x加2分之1 1加 絕對值x-1加 絕對值x-7分之7 減7分之7 減7分之7 好 我們現在已經按照有小到大牌了 所以我們等也不用一定要寫 這麼多話啦 就是說讓你討論的時候 讓你知道說我們在算什麼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不寫那些當了 如果x在這兩個範圍之間 負2分之1和3分之7之間 這兩個合起來會有最小值 是2分之1加3分之7 是6分之3加14 6分之17 對不對 再來 這兩個 還是一樣2分之1和3分之7 省下一個力氣 那現在是1加3分之7 欸 不是加了 這個是1到3分之7 所以它是3分之7-1 所以它是3分之4 那這樣子合起來齁 這兩個合起來是3分之7 再加3分之4 3分之21 所以最後的最小值是7 然後x發生在這個範圍裡齁 它是1小於等於x小於等於3分之7 像這樣子呢 我們就是 帶大家做一次 它的流程 以及讓你知道說 如果絕對值裡面有係數怎麼做 對不對 因為做起來也不會花很久的時間 所以我們再來做一題 那你可以按暫停自己想想看 這題要怎麼做齁 好如果你沒有按暫停的話 現在趕快按齁 我們要一波帶走了 一樣找出它的折點齁 這個折點是-3 這個折點是-1 這個折點是-2 這個折點是-1 那也許有人會問說 那這個2-x怎麼辦 前面講過了 絕對值裡面乘負號的話 完全不影響外面任何東西 所以你可以隨意的把它 直接搬成一個-2就好了 就是乘以-1 把裡面乘以-1 都不影響任何東西 所以我們也就翻過來寫 那你高興也可以把這個寫成加3 這個寫成加1 那這個倒是更沒有關係 OK 所以按照順序寫 這個是最大的 這是最小的 那 這是一個的 這有3個 這有2個 所以來吧 這個 x-3 然後x-1 所以有7個 有7個數字 有7個數字 最遠2個 5 次遠的2個 3 再來 所以只要是奇數個絕對值就會卡在中間有一個數字 就會有那個x等於多少值有最小值 那如果你是偶數個絕對值的話呢 那你就會取取取取到中間是不是最後還會有兩個 你有可能是那兩個的這個範圍嗎 那兩個折點的範圍之間 也有可能那兩個絕對值剛好是一樣的 因為像這樣 這種有乘2倍的對不對 那你可能最後留下的兩個是一樣的 那它還是會出現 x等於多少時候有絕對值 有最小值 所以自己留意一下 這一題的話 x等於正1的時候有最小值 1加3加5 9 可以嗎 那麼這一集最後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他問說這樣子求x的範圍啦 那這一題到底在做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剛才 我們一開始說 絕對值的三角不等式的定義 他很 始終的在使用那個定義 你仔細觀察你會發現 這兩個相加是這個 對不對 2x加4和1加1合起來是3x加5 換句話說這個減這個是這個 對不對 那你把它當成a當成b 這就是說什麼 絕對值a加絕對值b 小於等於a減b的結果 那我們來看一下 1 三角不等式 我們可以知道 3x加5的絕對值 如果加上x加1的絕對值 那我們前面講三角不等式是 你絕對值完再加 一定會怎麼樣 大於等於 不管你是先加還是先減完的絕對值 所以它會大於等於 2x加4的絕對值 所以剛剛你聽我在念解釋題目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怪怪的 欸?什麼小於等於 欸沒有錯 因為1三角不等式它是大於等於嘛 但是1提1 好那有印象的人可能就會發現 這件事情我們在 算你不等式做過了 所以1提1的限制 它又說了3x加5的絕對值會 加x加1的絕對值會 小於等於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 三角不等式是 人世間橫長的真理 所以它一定要成立 阿現在又問你說 那這個怎麼辦 那你兩者都要成立的情況下 你只好讓它等號成立 所以3x加5的絕對值 加x加1的絕對值 只好等於 2x加4的絕對值 而此時 還記得嗎 我們剛才講 什麼情況下 會讓喔 會讓 絕對值完相加 竟然等於相減的絕對值 那就是他們兩個1號的時候 那 1號的時候要怎麼寫呢 我們會寫3x加5 乘以x加1 小於0 正正得正 負負得正 但是如果1號就是正負得負嘛 所以這個1號的寫法也是很重要 那 這個小於0最後會怎麼樣呢 等於說我們後面這張 這個學期後面 學到 多項不等式阿 你就會讓你的那個x 落在兩個折點的中間 還記得嗎 我們如果切成 切成兩個折點 右側是讓它正正得正 左側是讓它兩個都負嘛 對不對 中間會讓它一正一負 對不對 所以最後的x會落在 那如果這個部分你不熟沒關係 因為它比較不算是這張的範圍 大家學到就是 這個學期會學到就對了 第二或第三張 看你們的講義怎麼變 大於-5-3 5-5 可以等於小於等於 -1 這就這一題 那麼按照慣例呢 這張的最後一集 熊老師要出來跟大家見個面 說再見 恭喜你們第一張學完了 然後我們接下來會錄指數 函數 指數跟對數 那我會把它一整個主題錄完 也就是說我會把高1提到那一點點 跟高2上才要交的指數對數放在一起 然後會標註就是高1上試用的部分 有其中的某幾集 因為高1上提的東西真的很少 那但是就是說它又已經在課綱裡了 所以有需要的人記得要去 就是指數對數的那一個章節裡面去點來看 好的 那麼我們今天是到這裡 掰掰